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无佛陀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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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佛旦吉祥 今年是佛陀降生2566年 疫情的好转 我们信众们都能够去到道场寺院参加欲佛 之前很担心大家不能到寺院参加欲佛 所以用这段影片跟大家分享 不能够实体到道场欲佛 其实我们居家可以在当日的欲佛节 怎样做一些表示祭念佛陀的事呢 如果作为佛教徒 在家里如果我们有供佛的 我们都会买花买果 乃至供灯供香去供佛菩萨 在当天我们可以准备了一些花灯或者香 乃至到那天我们最好的因缘就是供养三宝 如果我们在家里平时没有佛像的 其实我们都可以买花 拿一个水壶供花水 其实我们都可以代表欲佛的仪式 水也是一个生命 我们如果没有生命 我们就没有人生了 所以我们可以准备一个花瓶 买了仙花 我们以纪念佛陀诞生的日子 我们传念南和佛陀夜 南和佛陀夜 南和佛陀夜的三清 将水壶灌水落花瓶那里 刚才我说了 水代表生命 花有水就能够延续花美丽的状态 我们亦观到佛陀所说的无常的道理 我们古语有说 人无千日好 花无百日好 这个道理就是佛陀告诉我们 我们听无常苦空的道理 好了 如果我们没有花瓶 那我们买少少的花 买一枝花 摘了一朵一朵的花朵 用一只碟 也是水壶灌水 也是代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如果灌注在生活当中 我们能够当下 能够实践 我们的人生就会美满 如果我们因缘亦具足 我们可以共灯 灯代表光明 代表能量 有了光明 我们就有了明亮的眼睛 去照顾好我们的环境 生活 乃至到将这些能量 能够培养人生的症恨 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能够可以延续 有了真正的生命 我们就会有真正的人生 也有真正的念头 真正的知见 这个就是佛陀 但生于人间 开示我们 让我们能够去保护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圆满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